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博樂 我是陳偉博 那今天我們的一個解盤時間 來到了8月16號禮拜三 今天是台子期的一個結算 昨天台北股市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台北股市好了 昨天的下午全台灣大停電 那包括微博的住家附近 跟台北市 我相信全台灣有很多地方都停電了 那希望沒有造成各位的損失跟一個困擾 其實從這個停電的一個狀況 可以知道說其實基礎建設其實真的很重要 我想這一點還有賴我們的政府 去解決這個所謂的用電問題 因為看起來每年的一個天氣氣溫 是逐漸的一個在增加 環境之前都被破壞的一個原因 很多人想說昨天的停電 是不是會造成台北股市今天再重挫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台北股市的走勢 現在台北股市我們錄影的時間跌了5點 早盤的時候的確是開低 開低最低曾經跌了25點 好各位但是目前為止 大概就是在平盤上下這邊做震盪 我們從K線來看 它是一個紅十字 伴隨著昨天的反彈今天是紅十字 那這個行情怎麼看 到底這個行情是會往上還是會再跌下去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據其實你會很難判斷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今天給會員的第一通訊息 各位其實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今天是8月16號 早上9點08分發出來了 昨天全台大停電 希望大家都平安不受影響 台北股市今天是開低 很多人以為今天開低會受到昨天停電的影響 對不對 但是卻沒有喔 從日線不日子標來看還是向下 日線所代表意義叫趨勢 所以趨勢改變了沒有 沒有啦 目前為止的日線還是向下 來重點在這邊 但是30分線的不日子標 它延續昨天的向上 各位昨天為什麼會反彈 我昨天節目有跟各位講喔 所以只要30分線不日子標向上 不會跌太多啦 很多人今天早上的時候就會猜 今天一開低的時候 受到昨天的停電影響 是不是開低直接又中錯了 我說還不會 不會的原因是因為 只要30分線是向上 因為今天的30分線它是延續昨天的向上 只要30分向上 不會跌太多啦 但重點來囉 我們再拉近一點看這邊好了 就是這一段 但30分線的不日子標如果轉為向下呢 那就很難講了 來什麼意思 我想這部分的話 還是要給各位看證據 所有的超做到一個依據 依據就是讓各位去抓轉折的 不至於每一次在上漲的時候 或在下跌的時候 你都產生所謂的恐慌 讓你的心情受到了影響 我們回到台北股市 這是大盤 這是到今天為止 8月16號的日線 來這一波為什麼會下跌 原因是因為日線是向下對不對 日線不日子標只要是向下 不會有波段的上漲行情 這個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 所以很多人在猜說 這個行情有沒有機會 開始往上發展 開始往上走波段 我說你看我的測標就可以了 但測標只要是向下 就不會有 這個我敢跟各位肯定喔 再來 但是短線呢 日線主要是判斷趨勢 短線他是判斷 用30分線去判斷短線對不對 好 那昨天 昨天的指數是紅K 也就是昨天 前天大跌 應該講禮拜一大跌 然後禮拜二反彈 今天禮拜三 為什麼昨天會反彈 這部分的話 就從 這叫30分線 這是今天8月16號的30分線 各位你看喔 我把它回到今天的開盤就好 這是9點到9點30分的大盤 今天的30分線 它是延續昨天的向上 昨天之所以會反彈的原因 是因為30分線向上 那今天只要30分線 很多人以為大停電對不對 今天一開低 會開始往下重挫 那我們說沒有啊 因為今天的30分線 開盤的時候 它還是延續昨天向上嘛 所以當今天的30分線 它是延續昨天向上 只要30分線它是向上 就不會跌太多啦 就不會跌太多啦 來再看一次 只要30分線的指標是向上 就不會跌太多啦 懂我意思嗎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你要做好應變動作啊 因為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博日指標會向下 也就是說 這個行情如果接下來的30分線 轉為向下 那你說大盤還有沒有可能再跌 日線現在是向下啊 如果30分線又向下呢 我說我一直跟各位投資朋友講說 我們操作要有一個依據 當有依據的時候 你盤中其實很容易做應變啊 股票操作也是一模一樣啊 日線判斷趨勢 30分線判斷短線啊 對不對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趨勢的概念 你可以賺到所謂波段的一個股票啊 這檔叫1526日詞 我之前講很久了齁 這一路上漲過程當中 如果你沒有一個依據的話 你沒有辦法賺到這樣波段的錢 各位日詞我們待會買在哪裡 18塊6日詞 18塊6買進了齁 19塊1 這個我們都之前都講過了 對不對 今天28塊8 那到今天為止 這是日詞 日詞昨天拉回 但是昨天拉回的時候 它方向還沒有改變 你是不是有一個依據 當你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在操作它的時候 你不會因為它漲漲疊疊 漲漲疊疊疊被洗出去 你可以賺到完整的波段 當然拉 微博今天跟各位講日詞 不是請各位現在去追加追日詞 因為目前的日詞來講的話 我現在是等它會漲到什麼時候 我準備要賣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了 不日子標要有高低檔區分 來到高檔要開始有風險意識 它還沒有漲完沒有錯 但是這個地方已經不是最好買點 最好買點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微博最近 我們都帶會員去布局一些低檔的股票 我舉個例給各位看好了 今天8月16號對不對 我們時間不是很夠 我講快一點 這是8月14號 3293星象 基本沒有好轉 不是只要向上 所以158塊買進 你會講真的假的 今天星象來到172 來再看一次 3293星象 158塊買進 各位 8月14號的事情 你如果覺得說 微博是用撒網的方式 一次買10檔 20檔 30檔 50檔 然後拿了星象來跟各位講的話 那你就小看我了 我當時候請我的尊榮會員 只買星象這檔股票 不要懷疑 就只有一檔 為什麼 各位 你會發現微博買的股票 是買這樣子的啦 買這樣子的股票 然後呢 等它上漲 買這樣子的股票 不是等它上 而不是去做追高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前天 8月14號的時候 158塊去買 然後今天星象等了一天 昨天星象沒有動啊 昨天星象是160塊啊 今天開始動了 我們每一檔股票買進的時候 都是買在低檔區域啦 這是7月21號買進的 8341的日友 這是今天日友 現在174對不對 日友這一波這樣漲上來 各位你看我買在哪裡 7月份 現在都8月份了 159塊買進的 今天日友最高來到177 你會發現微博帶會員買股票 我們從來不去做最高的 我們都是買在低檔區 然後買進之後等它發動 你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因為我們所選擇 都是選擇 BRAID指標第一天向上股票 我在LINE群組裡面 其實都已經講了非常非常多了 只是我們的時間 不是很夠 如果說你想知道更多的訊息 其實各位你可以到我們LINE群組 微博跟各位講的每一檔股票 我們跟各位解的每一檔股票 都是給各位看證據 不是只是嘴巴講講而已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那現在的話 公司還是有這樣的一個方案 就是2888 這是體驗的部分 那如果像高價股的話 有另外做高價股專班 或者是你可以長期鎖定我們的節目 或者到LINE群組裡面 去鎖定我們的一個訊息 如果說有興趣的 再加入我們 那我們的節目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做各位操作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Cro люди 様子 可從事集中 稍微 感谢观看